Hello 大家好 久违的太阳 今天呢我带着相机来到一个我从来没有来过的一个街区 然后呢我想探索一下这里看看有什么可以拍的 另外呢很多朋友也对哈苏的扫街的能力也是比较的有一个疑问吧 那么我今天呢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第一视角的扫街视频 来看看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最后可能也会再来聊一下今天的拍摄的一些收获 以及对于这台相机它在对焦啊在操作上面 在人温摄影方面它的一个表现是什么样子 OK Let's go 这颜色好漂亮 没有人当然没有问题了 刚刚有人那个抓拍也还行 OK OK She said boom 哦这是一家好像是唱片店 非常有名的唱片店进去看 Hello Hello 是书店加上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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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小时的书店 是我的臉 我准备了 我有点 哈哈 这么好 是的 好 好 好 骂子 骂子 OK 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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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为为了展示给大家看 拍摄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呢 我今天基本上会采用LCD取景这种方式来拍摄 这地方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 这以前来过其实 其实我平时在拍照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是会使用眼睛看EVF这种方式来取景 因为那样的话 我觉得取景的时候更加的不受干扰 并且对曝光啊色彩的看 看的会更清楚一些 我更喜欢那种方式 但现在没办法啊 为了照顾大家 我就用一个并不那么擅长 并不那么习惯的方式去拍摄 今天装的这支镜头是一个55毫米 F2.5的新的镜头啊 就是55V这个镜头 我觉得它在PASU X2D上相当于是一个43毫米的焦距 所以呢 它其实这个构图上面相对来说呢 我觉得会好控制一些 因为中画幅吧 你真的像莱卡那样去做快速抓拍 这种感觉它其实并不合适 你看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你知道我拎起来就拍 我未必拍得到 但它更适合拍摄一些稍微规矩一些感觉的 那种可能会更好 提前有个预判预设的对焦点再拍 还不错 但我最好是把连拍打开 因为我觉得单张拍摄再加上黑屏的话 会影响到我的一些抓拍效果 简单看一下 有些还行 有些还差点意思 没关系 我们和机器之间也是需要一定的磨合 咱们接着刚才的说 我现在用的是55V这个镜头 那么另外呢 我还带了一支38毫米38V这个镜头 一个适合广角 一个适合中焦 稍微不到一点点的那种焦距 它两个搭配起来的使用的感受也是非常的棒 这里的色彩非常好 刚才等路人走开了之后再拍摄 我觉得太多的颜色可能并不是一个好事情 加些阴影OK 但人不要 漂亮 打算了 然后再拍摄 我们们就把我们发现的一项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镜头 对我们的颜色 我们的颜色 我们的颜色 南國中,駱NI 高架駿駛 对焦基本上就是触屏 先预显一个对焦点 然后举起来对焦就可以 基本上光线好的时候对焦还是OK的 但对于这些运动的人或者物体的话 稍微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 这个好像也还行 这比一代的机器的表现是好太多了 很多时候我们在评价一台相机的时候 最主要是看我们用什么样的参照物去做比较 比如说我们用索尼和哈苏去对比它的对焦速度 那哈苏肯定是比不过索尼的 但如果说我们是拿哈苏的X1D X1D Mark II和这台X2D去对比对焦速度的话 老用户肯定会觉得这个对焦速度已经有突飞猛定的改变了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在认知上面会存在的一些偏差 如果你真的希望对焦速超级快 买台索尼啊 如果你希望手动控制 它也并不适合用哈苏 或者是把莱卡镜头转接到哈苏 上面来使用 如果你更看重的是手动对焦啊 手动控制这些事情 那么莱卡会更合适 哈苏的话呢 在这方面 它也不是一台最恰当的机器 小狗狗 小狗狗 啊这个对焦就有点对不上了 那个反差对它来说不合适 因为那个心形的地方它本身没有反差 它本身也是个影子有点虚有点柔化的 啊这种表现它就感觉不是特别好对不对 但找到一个有反差的部分去拍摄 就会好很多 啊这个用来卡可能早就拍下来 今天真的不冷啊特别适合在外面 找找街到处逛逛 还可以啊这样随手举起来扎拍的那种状态 我觉得还可以这个表现 那它就可以让我觉得可以干更多的事情了 不仅仅是拍摄一些相对来说静态一些的照片 啊这个选交点好烦 选交点耽误了好多事 如果是有一个广域的对焦区域 那可能就会更好用 但显然没有 或者是有一个广域的对焦区域 就会这样子 你好 有一个广域的照片 他可以吗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我认识了 好, absolutely 你能够点东西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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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这个 这是不是 那是个里面 这是个里面 这是真的 这个用55拍就非常合适 刚刚那张照片 如果换成38就觉得太广了 现在38毫米 后面的场景适不适合38毫米 其实我并不知道 也许不那么合适 稍微走一段 如果觉得不行的话 我马上就再换回来 因为总的来说 还是觉得55会更合适一些 其实我的扫街 大部分时候都是这个状态 就跟逛街差不多 手里拎一个相机 然后找一个区域 随便瞎逛 没有什么目的 没有目标 就随便看看 然后发现什么 有意思的东西就拍 没有意思的东西 这边 咱们就很快就破 咱们就很快就破 快就破 这个感觉太美国西部了 啊 不行 38不行 还是换55 55的感觉才会比较合适啊 对 人物也应该有个选择 戴着牛仔帽的比较合适 漂亮 哇 这个还挺好看的 金光灿灿的 对得上吧 嗯 我的特罢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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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